台中市警方執行巡邏勤務時 發現路口多輛車微停 立即鳴笛驅離 避免影響交通 結果其中一輛自小客車不願移動 園警只好上前開單 車內女駕駛不滿被罰 竟然當街下跪 但口中卻在大山園警耍威作福 所幸經過安撫才平息這場鬧局 女駕駛對你不禮貌 對不起 女駕駛打赤腳 雙膝跪地還不斷朝園警 磕頭伴隨事後攻 內容卻是狂酸園警 我一開始有沒有請他走 我崩潰了 不滿自己只是停一下下 買個便當就被園警開單 居然就在大馬路上上演跪地求饒戲碼 甚至還要同行的兒子一起下跪 離譜行徑讓一旁路人看傻眼 太過分了 他真的有那個嗎 他就是不爽你而已 太那個了 去投訴我 上面有我的名字 我投訴你啊 你老大 台中市第六分局園警 8號執行巡邏勤務 來到西屯區永福路和福克路口 發現多輛車微停 立即鳴敵驅離 但其中一輛白色這條客車 卻遲遲沒有移車 警方只好依法開單 沒想到卻引起對方不滿 應該不能停就是不能停啦 因為你的下跪我來原諒你 大家都來跪就好了啊 警察如果還有民主在先 發展了一點 索性最後在原警和親友的勸導下 證明大陸及配偶才心情難離去 平息的這場糾紛 那原警耐心的勸導 並邀家人將其帶回 俠區警方表示 一切執法都符合規定 會再加強宣導及取締 維護又弄人的安全 接著中國節目王一章抬出報道